一脚第一人的这种技能 于是人们就模仿 这一技能头戴牛角 进行三三两两的比试 净进 这种就被当时人俗称为 都证明了在战国后期 绝底这项活动 已经颇受社会的关注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绝底的形势日趋丰富 善于从事古代摔跤运动的能人意识 也逐渐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那么在结束战乱后的大汉芒潮 绝底竞技得到了怎样的发展 绝底好手在帝王的身边 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博物画上就有这么一幅摔跤图像 这幅摔跤图像是两个大力士 穿着长服 正在跃跃欲试 就在这一对摔跤历史的旁边呢 还站着一位垂首二力的历史 当然这位呢 应该是裁判 或者是教练之类的 在河南达护亭的东汉墓里边 就发现了一幅壁画 画的是两位大力士呢 非常的健壮 两个人吃香扑图 这幅香扑图上 有四个摔跤历史 赤膊 光腿 中间的两个历史 正在进行一对一的比赛 任运的交当 然后有肩胛骨 顶着任运 一下子把任运给脱举起来了 这个架势是任运没有防到的 然后呢 在擂台上 燕京脱着任运 我们知道 康熙皇帝 他继位的时候只有八岁 那八岁继位的这个康熙啊 肯定处理正式的能力是不足的 这个时候 奥拜呢 还是一位康熙是胸无大志的少年 大摇大摆的 毫无准备的 走进了宫门 意大利米拉人朗史宁 绘制的一幅剧争绘画里边 我们看到当时的清代的布库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这幅剧争绘画 叫塞烟四世图 这幅大型的绘画里边呢 有当时的乾隆皇帝 在上面提写的四首诗和序 那根据乾隆皇帝的四首诗和序的介绍 我们可以了解到 清代的摔跤 还是具有两种形式 哪两种形式呢 一从是汉代着武装的这种摔跤 发展而来的 叫做布库 这种布库呢 就是乾隆皇帝在诗里边所称的 什么呢 就是脱帽短够 梁梁香角 一波足扑地决胜负 就是摔跤的双方都光头 穿着短上衣 穿着靴子 进行摔跤 然后一把对方摔倒在地为胜 这种摔跤呢 就在塞烟四世图里边 我们看到的啊 光头的 穿着短上衣的 穿着身色靴色的 这是布库一类的摔跤 那这种摔跤呢 在画面上也有新鲜的展示 但这种摔跤 摔完了以后 双方都可以得到奖励 奖励什么呢 奖励一大盘煮的羊肉 And it don't mean a thing If you don't subscribe to me